大家好 继续祝大家新年快乐 应该有很多人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市面上继续冷冷清清 Anyway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stay safe 远离Omicron和Delta妈兄弟 今天想说回3号 早几天前发生的一宗严重车 秀茂平凌晨发生严重车祸 一部私家车反逃损 一名男子昏迷躺在马路上 我真的以为是杀人未遂的 杀人凶案现场 车上没有人承认涉事车辆的司机 三男一女均被警方拘捕调查 唉,都不是傻傻的 包括两名分别是16、17岁的少年 和一个17岁的少女 一名13、31岁的姓朱的男子 涉嫌无牌駕駛 駕駛未获发牌照车辆 及駕駛者没有第三者保险 其中17岁的少年 还未能通过吹波仔的测试 涉嫌走后駕駛被捕 案件交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 意外调查队跟进 被捕的16岁少年和17岁的少女 分别头部和面部受伤 有没有位容就不知道 駕駛反肚 清醒的状态被送到联合治理 31岁唯一一个成年的男人 则昏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现时情况严重 这四个人究竟是哪个司机呢 就没人认了 究竟有没有人是罪嫁呢 弱嫁呢 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一个男人31岁 戴着三条未够秤的年轻和年轻 究竟想去哪里呢 凌晨时分 那个女孩被人容忍了 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为什么想拿这个新闻出来说呢 就是 那些小孩不要那么天真 别人说带你出去玩 你真是相信的 你整个人飞了出去 躺在路中间 竟然那些人是会选择离弃他 没有人会救他 我最记得之前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 都是在台湾识识识那些 读书又不见精灵 其他没有什么才艺 就想着不想被人欺负 他就在想 想什么方法 才不要被人欺负呢 他就想了一个 他觉得最接中的方法 和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埋堆了 那埋堆呢 要怎样去做 才可以埋到那些 所谓的 在学校上面 有势力人士的堆呢 就是 和他们一起 做他们 做开的事 那就是打架了 那Band 1、Band 2、Band 3 也不说了 其实呢 据我所知呢 每间学校 即使是Band 1都好 都有一些嘔斗 学校的校园欺凌 和毒品 都是有的 大家不要觉得 Band 1 一定是个个好学生 个个都是 这个 党的未来接班人 民族幼 一定没有这支歌唱的 现在很多年轻 可能醒到我们 那你说 究竟有没有牌 哎 31岁的那个不认 难道叫那三个年轻 出来认 吗 真的挺搞笑的 未成年犯法 已经成为 这个社会严重的课题 一日不解决 真的很难和社会上 其他人交代 年轻人 始终都没办法 走向这个正途 你说 那个人 趴在马路中心 生死未卜 究竟需不需重判呢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又找到 那些大学的 什么教授 什么那些 讲师出来 究竟可以推断到 好像金田一 那样推断到 当时谁是兇手 我看不到 那些什么 Criminal My CSI 应该是可以的 即是根据他们 当时 如果他们有 安全带的话 根据他们身上 那个刺 受到那个 冲击 那个压狠 的左右 又或者深浅 应该可以判断到 当时他们坐的位置 还有究竟是不是司机 这些事情 真的不需要我多说 警察应该懂得做 每逢长假期 总有这些 仆街出来害人 其实 好听的 就说 他们今次死好命 没有人员相亡 如果不幸 死的就是你 他 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不明白 为什么每一次出事之后 那些法官都要轻轻判 轻轻放下 这些仆街 所谓的边缘少年 有书不读 去危嫁害人害己 其实他们老爸老母 都真的非常之惨 新年流流 又要去医院 又要去警署 都不方老礼 是吧 真的 这样都死不去 下次一定还有机会 优秀小孩 优不优秀就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低B 应该绝对是低B 说来说去都是 唯一一个有老少少 31岁 他应该好知道自己做的事 是会构成几大的后果 一个不幸 真的结果可以是四个一起逛街 到时报道又怎么写呢 又是四个美满的家庭 就此摧毁 那究竟是哪个问题呢 不要再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和朋友出去玩 我只是借车给人银 借车给人银 都不是一个理由 有什么理由 不去好好看管自己的财物呢 那你借车给朋友银这些大胆车 出了事 是不是真的说我一句不知道 可以趴趴走去呢 态盘上都有指纹 真的不抵可怜 有些人常常标签 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又说废青 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概而论的 有很多人就说 现在的年轻都不是读书 有好就有不好 老中青也有好也有不好 不能够一概而论 只能够说这三条仆街 真的没有老 没有带过老来做人 我不希望呢 法律呢 再存在这些漏洞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 报道啦 揚名啦 玻璃珠啦 罪嫁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短 过你回大陆隔离的 那对年轻人 根本就不会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 喂 可能我学他们说的 喂 多喝两杯而已 警察捉了 最多就是坐十天 好吃 自便 可能最多就是双 一个月都不用啦 你不是不够胆啊 就是这些这样的说话 分分钟是可以出自每一个小朋友的口 因为都没有一个阻碍的作用 就是度假啦 可能那些年轻人觉得 我进去体验一下监仓 去度假 减肥啊 当是下令营也好 现在又没得出局了 就当一下试一下 那些年轻人怎么会害怕啊 你说好像新加坡 有得打腾而已 车断别人两只脚 然后撞到别人半身不遂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等量的惩罚 没有人会害怕 现在香港周围都是CCTV 就算不搞那些什么CSI 拿纸毛 扫 那么多镜子 怎么会拍不到 哪个是司机啊 不要玩啊 只差在那些警察 会不会立刻做事的 有片有真相 毛利鲍鱿 只做工物 撞工物 赔钱了事 真是 唉 看看他们这几个家人 有没有阳明 那么幸好 有个拿督女帮手 如果不是真是惨 旧阵史 黑社会 找些未够称做坏事 就不用坐牢而已 现在那些年轻子 年轻妹都不用人教 自己已经出来批 呜呜呜呜呜呜 死就死 真是趁地想 真是不要害到其他人 香港回归以来 马路真是每日每放月下 完全是零宣传 教育道路 安全意识 只是整天说完 那些什么政治 黄蓝 一会儿林郑 想这些绝屈的东西 来玩香港人 唉 这些关乎我们 身家 身家性命财产的 就不去follow 他叫人辞职 第一个辞职 那个应该是他 还学人问责 真是瘋的 阿爺真是这么好 还有机会给他连饮 那不要玩啦 不要害香港人啦 不要玩啦